唐哥驗聲論被彈 任任正罵老殘 公開職業歧視 堂堂共聯會榮譽會長 秀基唐這個驗聲論 就真是周圍拉火頭 除了秋生哥都恥笑他 拍過《工人我要》 貴為金像獎最近女配角的鷹鷹姐 聽到都當堂嚇了跳 還在微博開火罵他 說事業相殘、身體相殘 被人歧視都沒問題 高殘才可悲 我覺得他是心裡歧視出來 他覺得演戲現身是沒有腦波大 但是他的心是真歧視 所以他覺得這樣說出來 人們會認同 鷹鷹姐還說 很多朋友怕他不開心 打來問他 但他就完全不介意了 我認為他不用收回 如果他的思維是到那裡 你要他收回都不知道 如果沒有政治頭腦 怎麼做政治人物 還說和堂哥認識了很久 但是呢 我不知道他會否歧視我 幸好鷹鷹姐大方 我是她一定會這樣 鷹哥 站定了 蛇蟲鼠矮好多 等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